新竹城隍廟前大大看板 寫著高宏安貪污 一審被判七年四個月 市政擺爛一事無成 沒想到掛不到五小時 火速被拆 民眾不滿 聲浪炸鍋 痛批新竹 沒言論自由了嗎 二零二四新竹 還有白色恐怖 限制人民言論自由 挺貪污可以 反貪污不行 因為先前才有網友集資 挺高宏安電視牆 到現在仍屹立不搖 代理市長邱成遠說 一切依法依規 但依什麼法規卻不再回應 轉身離開 為何強拆刊辦 市府督發處解釋 是屋主洽詢 才提供民間廠商聯繫方式 推得一乾二淨 屋主則說 因為內容涉及敏感 但檢視跟陳租人合約 根本沒提到相關拆除條件 律師說屋主恐怕已經違法 法學博士林志傑也說 不論公家或私人 拆除他人刊辦 都可能觸犯毀損罪 新竹籠罩在市長高宏安貪污 陰影下 前一天城隍廟活動 民進黨新竹市議員 更集體穿上 印有大蒜盤的衣服 卸著事事何須多計較 神天自有大乘除 亦有所指 儘管高宏安已經停止 相關爭議依舊稍不停 三立新聞 黃澄文 新竹台北 綜合報導